把病毒殺死 然後打到人的身上 讓你那個免疫細胞去認出來說 這就是病毒 只要病毒進來我就去殲滅它 死毒疫苗 可是沒有想到台灣當時候 那些偷做的那個疫苗技術很爛 本來要把病毒殺死 病毒沒有殺死結果 變成把病毒打到雞的身上 整個大爆發 那大爆發之後 他的病毒又在台灣交換基因 跟其他的流感交換基因 變成一支全世界唯一獨有的病毒 是這樣子搞出來的 所以我做這個調查 我後來調查了六年 那個時間從跨越 從民進黨執政 再變成國民黨執政 然後你看六年的時間 你去戳破官僚體系的謊言 農委會再隱匿高邊緣性情流感 這件事情 2011年我拍了不能錯的秘密一 政府病毒 為什麼講說政府病毒 因為那些官僚體系的謊言 就跟病毒一樣 會大量的被複製 所以我為了要去調查那個部分 我大概台灣的北中南 到處去檢死劑來解剖 我大概解剖了至少超過200隻的史劑 去採集他的檢體 肌的氣管 肺臟跟腎臟 因為感冒一定是氣管跟肺臟 有病毒 那腎臟會飽毒 我就採這三個地方 我的車上都還有手術檢 我現在我那時候採集到最後 那個生計公司講說 你很厲害耶 你比那些瘦衣採得還漂亮那個檢體 我20分鐘就可以採一致氣的檢體 好 然後甚至後來我拍的不能做的秘密3 然後在立法院 然後農委會官員還恐嚇說 我沒有言論免責權 叫我在立法院不可以亂講話 講話要小心一點 然後包括後來的國家機器 來cover這個scandal 我不能做的秘密1跟2 大概就是講這些故事 那因為其實在調查報導 在歐美的國家很普遍 但是台灣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後來我不能做的秘密1 2011年拍完之後 農委會的當時候的官員還講說 要對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說要告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通常你才講說保留法律追溯權 就是不會告 因為法律上沒有這個用詞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